吸食冰毒的人精神状况一定是不怎么样的,多数冰毒吸食者吸冰毒后,会出现精神症状,冰毒一旦成瘾,如果不戒断,冰毒的吸食量,吸食时间都会累积增加,成为精神病患者那只是时间早晚问题,为什么? 为什么?因为冰毒在给吸毒者带来快感的同时,毒品中的毒素同样也在损害人的大脑神经,导致吸毒者产生的幻觉,妄想等严重的精神症状,吸食过量的冰毒甚至会导致死亡。 不少病床病例显示,吸食冰毒的人能够变成神经病,或者说出现精神病症,冰毒是一种广泛性的神经毒素,它对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细胞造成的损伤很严重,甚至能让脑细胞死亡。 长期吸食便会损害大脑的功能和结构,冰毒对于大脑的损伤有的是可逆的,在戒毒之后可以逐渐恢复。 但有的损伤在戒毒多年后仍然存在,这种损伤可能是不合逆的永久性损伤。 冰毒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、记忆和运动能力,还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伤害,导致吸食者出现幻觉。 外侵,被害妄想的精神症状,人们看着冰毒吸食者精神异常,就是由于这些因素引起的。 分享是一种美德,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文章不错,请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